日韩13日早晨通报朝鲜发射导弹 日本政府通过官方警报系统 敦促民众立即避难 不过日本政府随后盯正了这条警报 但坚称发出该警报是妥当的 这引发外媒关注 英国路透社将此描述为一次误报 美国《野兽日报》则在副标题写上 哎呦 日本产经新闻称 日本政府的做法受到日本在野党的质疑 被提醒喊狼来了的少年会失去信用 据日本广播协会13日消息 日本政府当天就朝方发射导弹 通过制警报系统敦促民众 立即避难到建筑物里或者地下设施 早上8时有导弹被认为落到了北海道周边 请立即避难 不过日本政府在当地时间8时20分左右 更新信息程 已排除了落在北海道及其周边的可能性 所以丁正此前发表的信息 NHK还称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 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均在13日表态称 当天就朝方发射导弹 向国民发出警报这种做法是妥当的 松野还解释称 在捕捉到导弹后 立刻就在雷达上消失了 系统利用有限的情报模拟了导弹航线 从将国民的安全放在守卫的角度 发出了这警报 不过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 受到在野党以及自民党内部的质疑 据共同社报道 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 笛生田光一 13日在自民党会议上敦促政府 请核查事情经过 如果发现应该做出改善的地方 希望立即行动 产经新闻称 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 安祝纯则批评成 如果没有准确性和可信度 喊狼来了的少年会失去信用 这是常识 请政府不要事后找理由 说什么以防万一发了警报 根本没有考虑到国民的生活 据NHK早些时候报道 在日本政府发出警报后 JR北海道当地的列车权限暂停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